另外台东丰莲机场驻地勤务的第三大队空勤第三队 28号晚间10点接获了总队的通知 表示在塔芬谷山屋有山友昏迷 需要后送下山 但因为深夜无法执行任务 空勤队29号的一早 立即派出了空勤直升机前往救援 并且成功地将这名山友后送下山治疗 空勤队的人员陆续将两名山友残扶下直升机 并由地面上的救护人员将人再往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空勤队驻台东机场第三大队第三队 28日晚间10点接获了勤务中心电话 表示在塔芬谷的山屋 有两名山友出现了昏迷以及脚扭伤的状况 需要后送下山治疗 但由于当时已是深夜 空勤队决议在今日清晨进行后送的任务 并派遣了编号NA703号的直升机执行该项任务 并在清晨6点40分时起飞 上午7点10分抵达目标区 并搭载了两名山友后访航 8点15分时成功降落在台东丰年机场 并将机上的两名伤患 交由救护人员转送至台东马街 进行后续的治疗 圆满完成了本市的任务 记者陈继琳台东综合报导 往后 感谢观看